大家好 我叫张嘉慧 就读于一所准军事化管理的大学 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我是一个自我感觉 说了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唐山女孩 今天非常地高兴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想要寻求一份有关市场类 或者是本专业 或者是企业家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工作地点最好是在北京天津 然后最好能够提供住宿 谢谢大家 直接选择贺东东就可以了 福磊老师好 干嘛你们都那么在乎 住宿啊 你能从现在开始用唐山话跟我交流吗 我特别喜欢听唐山话 其实也不是住宿 但是在北京找房子挺困难的 然后我一个女孩子 你说要自个儿住的话 多不就是不安全呢 可是他们那是合租啊 喝租的话我也能接受啊 和男的喝租你也能接受 我相信那个企业家不会抱租 我可知道你是有男朋友的人 是吧 是啊 还得意洋洋地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我男朋友把我伺候的可好了 是这么说的吧 确实是 是用的伺候这两个字吗 确实是 你男朋友是公里的 不是公里的 但是他一直把我当主子看 一直把你当主子看啊 怎么把你当主子看啊 就是生活中 全都会粘在我的角度上 给我就是思考问题 然后平时的时候 就是把我照顾的可粥下了 然后陪我一块学习啊 买饭吃饭啊 陪我就是谈心啊 就各方面吧 给你洗衣服吗 洗啊 我衣服 给你也洗 鞋子也给我刷啊 那你干啥呢 他都干了 我 我学习啊 你说你男朋友最宠爱你的一件事 就比如说 在就是持续考研那段时间吧 然后就是 每天就是我 基本上都是五点起来吧 然后他都能坚持 比我起得还早 然后在楼底下等着我 五点啊 嗯 坚持了多长时间 就是我考试 就是准备多长时间 他都能坚持多长时间 江慧 那你觉得 你男朋友最喜欢你什么 可能是我自身的魅力吧 魅力 你会对他好吗 会啊 这姑娘性格蛮好的 而且能 制造一些我们 蛮开心的一些笑脸 我觉得这姑娘的反应力 和情商也蛮不错的 男朋友今天来了没有 来了 来来来 来说一下 你是哪个宫里的 我是我们家宫里的 啊 你介意他说 你把他伺候得很好吗 我不介意 你为什么爱他爱的死去活来 这就是 嘉慧的个人魅力吧 他的魅力在哪儿 嗯 从第一眼看见他开始 然后我就 想伺候他了 对 想伺候他 是吧 对 瞧你这个笑子贤孙的样子 你是喜欢他的全部吗 你觉得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的缺点 你敢 要真实的啊 我们都要听真实答案哦 对对对 他的缺点嘛就是 想好再说啊 对他的缺点就是 长得太漂亮了 懒 你对着他的脸说 他的缺点是 对 他的缺点就是 太漂亮了 离住我了 求生欲太强了 好 其实我觉得 你应该好好感谢 你这个男朋友 真的 谢谢你对我 一直以来的照顾 希望我们能够携手 一直做到最后 好 嘉慧我爱你 情侣之间 这样打情骂俏 我们也能理解 所以说他的个性 或者他的技能方面 有哪些长相 能让这个男人 那么喜欢他 好